今天和大家討論 Leica的M鏡頭有甚麼通病 以及在使用時有甚麼要注意 Leica的鏡頭基本上是手動的 沒有電子部份 一般的情況很少會有問題 除非可能會掉到地上 這就是無可避免 但至於一般的情況使用時 有甚麼地方我們要注意 Leica鏡頭最常發生的 就是有Focusing Shift 即是對焦的偏移 可能你買回來時 用得好好的沒有問題 但用了一段時間後 會發現有一個這樣的問題 這個也是很常見的 例如用久了 鏡頭有少許鬆 引致有少許偏移 或者Leica相機的Bearling 有少許骯髒 或是損壞了 或是凹凹了 都會影響到對焦當時的精確性 所以這件事也是要小心的 你發覺可能用類似的鏡頭 擺放在相機上是沒有問題的 但偏偏就是那支 有這個情況的話 這就多數是那支鏡頭的問題了 有時我們可以測試一下 這支鏡頭是向遠偏移 還是向近偏移 可以找三件物件 或者一些字 攤平在桌面 或者地上去做一個測試 可以知道焦點是向遠的方向 還是在近方向 還有一些情況 就是可能對焦不太順 可能你放了一段很長的時間 都沒有用 這個情況是尤其明顯的 可能潤滑油乾了 又或者裡面有一些灰塵 骯髒的砂石進去 變成卡住的時候 就會令到不順 還有一個情況 就是有撞擊 或者是跌落地 這樣就非常難處理 說完對焦就說光圈葉了 光圈葉零開都是幾樣東西 都是好像對焦一樣 不太順 可能說去到某個情況之下 收不完 或者是開不完 還有一個情況就是更加差 可能去到某個地方 它會卡住了 不能動 好了 再說一下這個要注意的地方 剛剛說了幾樣東西 Focus Focus當你真的不順的時候 你沒有想著強硬推它 推多幾下 可以順暢 其實你會造成一個傷害 可能以後也補救不了 所以在這些情況 盡量拿給師傅去維修 會好些 還有就是光圈環 光圈環是比對焦環更加敏感的 如果打算大力出奇蹟 將光圈一推 有機會損壞了光圈葉 尤其是老鏡頭 是非常難找到零件 有些鏡頭的遮光罩是四方形的 你會覺得它是比較卡式的 這些鏡頭反而要留意一點 因為它的遮光罩 是一個指定的位置 是鎖住的 如果有時你會發現 遮光罩是歪了的 可能不是說裝得不好 而是說鏡頭 你在操作的時候 扭到機身的時候 拿遮光罩做一個借力 會是令到肩膀扭歪了 這個情況之下 你打算反方向扭回它就可以了 其實會有機會 就是把那支鏡頭扭鬆了 而且四方形的遮光罩 歪了是非常明顯的 你放上桌面的時候 你一看就看到 為甚麼是遮光罩 所以大家用遮光罩的時候 特別是四方形的遮光罩 扭它的時候 就不要拿著遮光罩來扭 用力點就在鏡身上 很多時候我們擺放鏡頭、器材 都會選擇一個防潮箱 但防潮箱方面 就不要打算把濕度調得越低越好 要選擇一個適當的濕度 相對來說會更加理想 我個人一般會用 6-70%的濕度相對來說會比較好 因為太乾的話會令到潤滑油會變硬 而相機的話 可能有些假皮就會撩起 如果M3相機上面的皮身 是變成一個脆皮的 當你在防潮箱拿出來的時候 是會令到相機的塑膠會脫落 還有一點相信大家都會懂 在用完器材之後 塞布扭到最乾 然後去清潔一下鏡身表面 很多時候LIGA粉絲買鏡頭 是避不開二手鏡頭的 不是說我不想去買新的 而是基本上 已經是很久歷史的東西 已經是買不到新的了 只可以買二手 在這方面 相信有很多用家 都會很擔心的 就是買回去之後 如果壞了怎麼辦 有甚麼人去做 現在我們M&K鏡頭 就推出了一個兩年的保養計劃 在我們M&K鏡頭 買定焦的R鏡頭 或者M鏡頭 是同樣享受到兩年的免費保養 當然當中 就不包括人為的損壞 以及零件 相信大家用起來 就會安心很多 如果有問題 可以找回我們 如果你覺得這條影片有用 以及學到東西 希望你給我一個讚好 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收看 下次再見 拜拜